多年以来,在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里 有一套包括圣经66卷书的解经影音系列十分受到欢迎 许多华人基督徒都接触过这套试经作品 并且认为,解说者以清晰的思路、浅白的语言 提纲气领地解说美卷书的脉络与彼此的关联 并且提供了详实的圣经史地资料 让无论初信者以及资深信徒都获益匪浅 能很快领会到圣经的整体精髓 这就是旧约宗览和新约宗览系列 这样大受华人教会重视的圣经教材 作者却不是华人,而是一名英国牧师 他就是大卫包森牧师 中国金陵神学院为大卫包森牧师翻译出版的著作 《耶稣生平中的七大神迹》 就称他是华人最喜爱的圣经老师 的确是实至名归 大卫包森牧师一身研经与教学 是当代著名的圣经试经家、神学家 他被认为是教导圣经最具影响力的教师之一 他笃信圣经为神启示的话语 《无物无谬》 他在英国所牧养的教会 主日讲台的信息以及主日学的教导 一定是出自严谨的解经 而这间教会后来也成为英国最大的静信会教会 大卫包森牧师这种笃信圣经的态度 也促成他完成了大受好评的 旧约宗览与新约宗览系列 不过最初他录制这作品的动机很简单 只是因为要帮助在教会中 因为年长或重病不良于行 或是因其他原因无法固定来教堂参加聚会的会友 让他们也有机会完整聆听圣经中的真理 于是他决定录制解经讲道的录音带给会友 没想到这一系列演讲却受到广泛的传播 造就了全球的影响力 直到今日 这系列仍然以各种媒体 风行世界一百二十余国 在华人教会中 更是普遍使用的圣经教学课程 大卫包森牧师曾经坦诚地说 神没有给我布道的恩赐 但他后来发现 只要认真查考和教导神的话 就能领人归主 他曾经在教会中 只用传道书进行了一系列的解经讲道 此底下他觉得 传道书应该是圣经中 最不可能领人归主的一卷书 结果当他讲完了这个系列 受到感动而信主的人 比他讲四福音书的时候还多 他特别记得当他讲到传道书第五章 其中有一个教训是告诉人 你要留心自己说的话 因为神记得你说的每句话 当时在会众里有一个人 他曾经在尼克森总统的水门案中 涉嫌做伪证 就在大卫包森牧师讲完道以后 这个人上台分享见证时便说 你们已经听到了 传道书第五章就是在讲我 正是我们在白宫里录下的那些话 毁了我的一生 就这样 传道书向那个人说了话 使他悔改信主 这也让大卫包森牧师更加确信 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大有能力 神能用圣经中任何一卷书来打动人心 这也坚定了他 一生忠心用解经讲道来服侍神 因为这是神的真理 真理必使人得救 如今 大卫包森牧师已经洗了劳苦 安歇在主的怀中 而他美好的服侍所带出的见证 相信也同样激励我们 刚强我们 求主让我们成为那报家音传真理的使者 用诸般的智慧让世界仍然能够听见圣经中的宣告 以马内力 神爱世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